哈囉大家好,我是粉紅爸 我們今天要來試著通馬桶 那昨天使用完這個馬桶之後呢 就發現了這個馬桶有阻塞的現象 阻塞的現象 那就不太敢去動它 放了一個晚上之後它的水也消下去了 整個消退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嘗試自己先通看看 自己先測試看看能不能把它疏通 那一般家庭的話馬桶如果遇到阻塞的情況下 通常我們都會直接去買這個 這個是馬桶的一個疏通器 它其實還蠻容易買得到 一般家庭應該都有直板 我會用這個 我第一個會先用這個試看看 那第二種方式是 網路上很多流傳 我們看到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它就是說 你用一些保鮮膜 或者是用膠帶把整個馬桶封起來 馬桶坐的這個地方封起來 然後沖水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水的壓力跟空氣的壓力去擠壓 把這個液物給擠壓出去 然後排除疏通 這個方式我也會試看看 看能不能成功 那第三種方式就是我剛好有這個 也是這個疏通器 這個是一個管線 這個我之前是拿來通那個排水管 那我會 如果不通我會用這個試看看 它這個有一個管線 把它伸到那個排水管 或者是把它伸到那個馬桶裡面 看看能不能把那個液物給擠壓 或把它勾出來 那我們因為也不知道它裡面到底塞了什麼 我們平時都是使用會溶解的衛生紙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奇怪的異物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阻塞 那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買的這個品牌 衛生紙它比較厚 它是三層 所以是不是它分解的狀況 比較沒有那麼迅速 然後可能小孩子在用的時候 用太多衛生紙 導致它一直就阻塞 然後就水就排不出去這樣子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自己 嘗試著通看看 那如果真的不行 就只好專業的來通 那我們就直接來抽抽看看吧 那我們輕鬆一下 你看它這個衛生紙啊 可能那個厚度太厚 好像分解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以後可能會改成就是 灰色紙還是要丟垃圾桶 還是要丟垃圾桶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用這個疏通器 它也是靠這個 有點那種幫補的感覺 把空氣壓下去 然後把異物排出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好 好像完全沒有動靜欸 看來這個 主色的狀況還蠻嚴重的 主色的狀況還蠻嚴重的 第一個方法 我們用這個馬桶 疏通器去通 基本上是 失敗了齁 因為感覺上它主色的狀況 好像還蠻嚴重的齁 所以我接下來就要用第二個方法 好我們來試試看 好那第二個方法的話 如果你有保鮮膜就用保鮮膜 好沒有保鮮膜 是選擇用這個膠帶 先把旁邊這個擦乾 因為四次的狗膠帶會黏不上去 好 衛生紙不要再丟裡面 先把一層一層把它 黏上去 這個邊緣呢 稍微把它黏緊 這樣空氣才不會直接保鮮膜 好 好 來把它黏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叫沖水 然後靠這個沖水的一個壓力 跟空氣的一個擠壓呢 看能不能把那個液霧呢 把它擠壓排除出去齁 然後準備沖水囉 哇 糟糕了 看起來它這個 這個狀況還蠻嚴重 欸通了耶 喔 恭喜 欸 成功了耶 太好了 我們成功了把它擠壓出去了 那現在馬桶的話是通了齁 那我們等一下水裝滿的水箱水裝滿之後呢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就是 能不能把它 有沒有正常能夠沖水齁 那現在水箱的水已經裝滿了 我們來測試一次 噢 烘了 太好了 真是恭喜我了 測試成功齁 那表示網路上的這一個方法呢 是有效的齁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膠帶卸除 這次我們的實驗算是成功了 第一次使用的這個馬桶疏通器並沒有成功 這個阻塞狀況比較嚴重 所以那個壓力不夠 那第二次我們使用網路流傳的一個方式 我們來測試是成功的把它疏通了 那我不是用保鮮膜 我是用膠帶 那膠帶把它黏實一點的話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然後利用這個沖水 然後擠壓空氣的原理 這個大氣原理 把它一乎排除這個壓下去 它整個排除的壓力比這個疏通器還要來的高 那我們成功的把它疏通了 可惜可合 好那第三個方案呢 我們沒有使用到 第三個方案就是利用這個管線去疏通裡面的抑霧 好那我們這次的實驗算是非常的成功 那下次如果你家裡也有註冊狀況 可以試試看這種方式 那而且呢 你雙手不用去碰觸到這一些我們的排卸用這樣子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喜歡TIY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粉爸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